姜溪,她是一位清洁公司的司机,加入澳门清洁专营有限公司将近15年,负责日常杂务工作,带领队员进行公司指派的任务。 在这15年的日子里面,她每天都努力学习新的事物,多年下来,掌握了公司所有车种的操作。 在工作中驾驶、洒水车、斗车及垃圾车等不同类型的车辆,能按工作需要驾驶特定车辆出勤。 技术非常全面,且得到主管及同事的认同。 在每次特殊情况下,例如台风、交通意外、大型活动过后,在新冠疫情清洗澳门期间, 她宁难不备接受公司委派前往出现阳性病例的红马区,带领其他队员负责清洗和消毒疫区,收集该区的垃圾等,且安全完成所有任务。 作为一位长期在前线打拼的清洁工人,相信她不但默默付出15年,每天宣缩在澳门不同的大街小巷,在宝石这座城市清洁的工作上尽心尽力。 而且在澳门最艰难的时期,她依然坚守岗位,更加彰显出她这身工装的责任与担当。 江西美美都能在团队中担任对角角色,带领团队安全及按时完成工作。 党的20大报告提出,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,持续深入打好南天、避水、净土保卫战。 为建设美丽澳门,竭尽全力。